一 言冤问人 子曰 客己赴礼为人 一日客己赴礼 天下归人焉 为人有己 而游人忽哉 言冤曰 请问其目 子曰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言冤曰 回虽不明 请誓思于矣 二 众公问人 子曰 出门如见大兵 使民如成大计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再邦无怨 在家无怨 众公曰 雍虽不明 请誓思于矣 三 司马牛问人 子曰 人者 其言也认 曰 其言也认 四位之人以乎 子曰 为之难 言之得无认乎 四 司马牛问君子 子曰 君子不忧不拒 曰 不忧不拒 四位之君子以乎 子曰 内省不救 福何忧何惧 五 司马牛幽约 子曰 静润之赠 夫寿之素 不行焉 可谓 远也议 不行焉 可谓 远也议 七 子共问证 子曰 足时 足兵 明信之矣 子共曰 必不得已而去 习习习乎 习乎 夫子之说 君子也 四不吉舌 闻由直也 直由闻也 虎报之阔 由犬阳之阔 九 哀功问语有若曰 年姬 用不足 如之合 有若对曰 何撤乎 约 二 无由不足 如之合其彻也 对约 百姓足 君属与不足 百姓不足 君属与足 十 子章问崇德 便或 子曰 主忠信 喜义 崇德也 爱之欲其生 物之欲其死 既遇其生 又遇其死 是祸也 成不以赴 亦之以义 十一 奇谨公问证于孔子 孔子对曰 君君臣臣 妇妇子子 公曰 善哉 姓如君不君 臣不臣 妇不妇 子不子 虽有素 无德而食诸 十二 子曰 遍言可以折欲者 其有也余 子路无诉诺 十三 子曰 听诵 无由人也 必也始无送乎 十四 子章问证 子曰 居之无倦 行之以忠 十五 子曰 博学于文 曰之以理 亦可以服判以服 十六 子曰 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 小人反事 十七 继康子问证于孔子 孔子对曰 正者正也 子帅以正 属感不正 十八 继康子患道 问于孔子 孔子对曰 狗子之不欲 虽赏之不切 十九 继康子问证于孔子曰 如沙无道 已就有道 何如 孔子对曰 子为证 焉用沙 子欲善 而名善饮 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 草上之风 必言 二十 子章问 是 何如思可谓之达矣 子曰 何哉 而所谓达者 子章对曰 再帮必闻 再加必闻 子曰 是闻也 非达也 福达也者 直直而好意 察言而观色 律以下人 再帮必达 再加必达 福 文也者 色取人而姓为 居之不宜 再帮必闻 再加必闻 二十一 凡此从由于 五余之下 曰 敢问崇德 修特 便获 子曰 善哉问 先是后德 先是后德 非从得于 攻其恶 无功人之恶 非修特于 一朝之愤 望其身以及其亲 非或于 二十二 凡此问人 此曰 爱人 问智 此曰 知人 凡此未答 此曰 举直错诸网 能识网者职 凡此退 见此下曰 无见于 夫子而问智 此曰 举直错诸网 能识网者职 何谓也 此下曰 父在言乎 顺有天下 选于众 举高瑶 不仁者远矣 汤有天下 选于众 举阴 不仁者远矣 二十三 子共问有 子曰 忠故而善道之 不可择指 无字入焉 二十四 曾子曰 君子以文会有 以有俯人 以为复权就像